大家好 June Lange 我们两个都还坐在那儿 还站在那儿的时候 本身已经很励志了 你望一条街有时以来 不单止我 不单止June Lange 我想所有一百二十岁年纪的人都好 没见过全香港有那么多吉铺 吉铺可能一两成 拉杂的铺可能另外两三成 加起来四五成的铺的时候 现在拉杂香港是有时以来没试过 当然补习社June的时候 尊丽学校的时候 尤其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有时我上来 我都想你揹着这桩子 所有的铺租的 要交租员工也好 怎样能够过到这一关 但我不知道你 起码我的时候 会努力地继续around 我刚刚听你说 你都继续around 是不是够勵志 是呀 这件事我都说 你跟我都是 在最受打击的行业之二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两个都还可以生存 而且笑得下 是呀 那我想这件事本身已经很励志 什么都不用说 已经很励志 我刚刚一来我已经跟他说 我说喂 你吹水 是不是 会不停的 我说我都是啦 是不是 今天半个小时其实 不够的 哈哈哈 讲到看一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问一下June 因为我和你一吹水 我和你在南桂坊一吹 吹了两个几小时 那不行了 现在就始终 午餐没那么长时间 哈哈哈 那我们反而讲一讲 今天亂吹水之外 我想讲一讲多些风险的管理 是 那不如呢 讲风险管理之前 之前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对June 都很认识 第一条片 播一播给大家看一分钟左右 那时候先介绍一下June的背景 June为精英梅集团成员品牌之一 自1989年创办以来 曾帮助接近一百万学生 提升学业 被占工开市 为这些年轻人 创造更美好的潮景 2018年 精英梅集团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偏后177年 标志着June 进入新的尾程 集团现时营运21间教学中心 是全港领先的私营教育机构 在提供香港中学文童词课程的中学日校 及普及课班 更加是全港第一 集团建立超过18个品牌 涵盖了幼教 小学 中学 专上教育 以及持续进修的教育服务 2019年 春理联和剑桥大学 英语考评部官方认可的 考试刑办者 G-PEST 正式推出全面的 劍桥英语课程 及相关考试服务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集团邀请到前考评局 评核科技及研究总教 罗冠宗博士 成为集团的首席评核师 并开发评核相关服务 致力较整大数据的应用 和分析技术 好 再次多谢June 刚刚这条影片 大概你看到June的背景 我想大家都很认识 反而今天 胡亂吹吹嘘之余 我希望能够更注重 一些说风险的管理 这是我的最爱的 第一张 我有六张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张 大家看到 这个最爱的 会问你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那些人都看自己 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June Where do you see 每次补习4 5 years 大部份员工 大部份人都觉得 补习5年 今天不是继续是这样 这里当中 是一个最大的危险 前排的时候 Robert Kaplan 如果你知道 就是Harvard 刚刚有个Webinar 我都听了 就讲这个 就是Coronavirus的时候 面对有很多风险 这个Crisis Management 第二张Slide 就讲Leaders 是怎样应对 第三张Slide Robert Kaplan 如果你认识 就是Harvard的教授 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授 我想我去课堂 真的学得最多最多 如果你读过大学 所有读过大学Business的人 Robert Kaplan 第三张Slide 看这个样子 他就是Founder 的Activity Based Costing 和Balanced Goal Card Balanced Goal Card 基本上就是 讲一间公司的时候 怎样从Financial层面 Process层面 Customer层面 Learning and Growth层面 怎样去改善 之后他在2012年 他出了一份Paper 一个叫做New Framework 或Risk Management Half a Business Review的Paper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Paper是讲什么 你要付钱 我们可以挤这些话 我会有点反了版权 不过我到时 看看怎样能够分享给你 之后最重要的 第五张Slide 五张Slide 我讲其实风险是有三方面 第五张Slide 你会看到 June我传过给你 就是这个123 这个123时就讲起原来当公司的风险有三个层次的风险 讲补习社先 其实三个层次的风险的时候 一就是一些叫做Preventable Controllable的风险来的 就是举个例子 可能补习先生是犯错 你登记的时候是犯错 你的租约是签错 或者可能举个例子 就是你这些先生的时候 跟学生哥的时候 不知搞了什么的关系的时候 变成了被人去批评 这些是Preventable 这些Preventable的风险的时候 当然 就讲回你公司的Mission 你的Vision 你公司设定了一个Boundary 你公司的KPI 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怎样能够监控 可能所有同事们的时候 都知道有什么做得 但最重要的 就好像十届那样 有什么不做得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放火 这些东西是Preventable的 这些叫做Preventable的Risk 如果是第一个Level Preventable的Risk 你就要把它reduce到0 即是减到0 即是一间公司 最好公司就不应该犯错 第二个Level的Risk 就讲的是Strategic的Risk 即是又用回补习社为例 Strategic的Risk就是 五年后的今天 会不会那些人不去补习社呢 五年后的今天的时候 会不会根本 可能香港举个例子 已经不需要再考试呢 或者五年后的今天的时候 根本原来 不用再香港补习 那些人去曼加拉补习网上的时候 那些先生更便宜 不需要分几百万 几千万身家给他 这有一个Strategic的Risk Strategic的Risk 每一间公司都要不断地去想 但Strategic的Risk 你不可以减到0 因为你减到0 你就会发觉 即是做回你现在所做的事 你就一定会被人跑来落后 包括我做铺在内 这个Strategic的Risk 就讲会不会以后 没有人再买铺呢 所有东西都网上搞定了 铺是没有这个需求呢 会不会以后 菜当都不存在 按个键 可能已经吃粒药丸 已经当吃了一顿饭 这是一个Strategic的Risk 每间公司都要去想 第三样的事的时候 就讲一个叫做 Uncontrollable External的Risk 即是外面的Risk 举个例子 可能我做报导的时候 External的Risk的时候 加息 或是政府的辣椒 又或者可能肺炎 去回补习社一样 有很多External Risk 政府的规例 你控制不了的 或者突然补习社的时候 因为它下命令 一个月学费都不收得 总之即时学费 或者不可以预缴 又或者可能现在就肺炎疫情 就是一些External 是你控制不了的 控制不了Risk的时候 那怎办呢 有些公司 可能举个例子 做很多的Scenario Planning 就是想ABC Scenario 那会怎办呢 或者很多公司 根本好像Air Flight 当飞机一样 跌了下来 那罪位怎办呢 就买验疏 或者好像国泰航空一样 油价升跌 它控制不了的 这些External Risk 不是做Hedging 即是做对冲 所以今天 就与这三方面的Risk 我希望跟June分享一下 做补习社 尊丽现在看到 很明显地有些控制不了的 有些控制不了的 很明显地是肺炎疫情 那怎样去解决 不如June不介意说 你先进入近况 overview说一说好吗 那当然不会 我告诉你 我现在的情况是很fabulous的 我想不会有人这样说 除非是做口罩 interview我都说 有没有眼泪 有没有纸巾 有没有眼泪 我都要给你一张 这样说 这一个你刚才说得很对 uncontrollable的东西 就是永远最得人惊 但是 亦都是最有趣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不是经历过 这些过程的时候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你刚才说 可不可以百分之一百免了这个risk 我就告诉你 没有可能的 没有可能的 是的 不控制不了 external 没错 永远都不可能的 我讲一个有危有机的一些例子给大家听 现在我们的focus 就所有大部分去了肺炎那里 是不是这个疫情那里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早大半年前 我们困扰的就不是这个疫情 而是社运 是不是 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你家分校下面那里有人有冲突 诸如此类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你即时就要疏散学生 甚至乎要停学 就是又要将那些东西 move online 又好去到第二间分校又好等等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们很早已经知道要做online 其实在业界里面 我想我是行得好先的 因为线下的平台很坦白 我们就已经是最大的了 所以我们也都要prepare 就是无论是科技也好 trend也好 我们都要go online的 所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做很大的宣传 就去做一个online的platform 叫做online 那时候 online的时候 等一下有条片给大家看看 不过online这件事 就是一个strategic的risks 为什么呢 可能会不会几年后 那些人不再去补习者亲身呢 而是网上学习多些 这个strategic risk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 当然可以推得online的话 也都可能花很多钱 会输很多钱 但是你不take这个risks的话 你就更大的风险 你就fall behind 你就会被人抛下 所以阿俊现在说的是 有一个strategic的risks 我们整天都说 有一个convert zone在那里 如果我们很安于现状 就是我们在线下 已经无人能比 你看到美登当你赢了 但是是不是就代表 我们永远都会带头呢 我不会buy这件事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居安私危我们已经开始做 但是问题是吗 但是不仅要我做的 亦都要其他人配合的 但是他们就在那个安全圈里面 他是否真的那么愿意配合呢 我曾经听见有个名师说我 那些时间我情愿去跑下步 我赚少他二十万 他们的口气是这样的 你明白了 年轻各样各样 我也不会怪他们的 因为我都年轻过 我亦都是曾经 你不是年轻着吗 哈哈哈哈哈哈 多谢阿勇奕麦姐 但anyway 如果是比我他们的年纪 一开始那么小就那么红的时候 我都是觉得 喂 我的时间很宝贵 你为什么要我花费一些时间 你喜欢扔钱下去做 不代表我喜欢配合你的 他们的想法往往是这样 我们这些很见惯风浪的人 就很知道什么叫居安私危 但是他们在我们的平台里成长 自小都是一开始就已经是那么大的 一开始就已经有那么多人了 他觉得是自己的 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又是无对无错的 一个人的主观的想法 你是很难改变他的 你唯有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东西出来 就是你会见到很多 如果我们的文科人 就经常都想起古文 其实真是检古之今 文字可以咬成不可以类似 就是说所有人都是很乐于享受成果 但是你要他一起去开放 这个东西也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他一开始跳进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他见到我这么多学生是我的本事 他们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你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 你就不是要去教他们 他们不会踢进入路 而是你走 你走的时候 慢慢他就知道 是哦 真的这样未必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方法 在那个时候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危机 社运都没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了做帮来 就是另外一个战线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你会觉得好像拉牛上市 不是那么多人和应你 好 社运开始的时候 慢慢知道 不是哦 真的要准备 开始有部分的被逼 他们觉得被逼 我就要去上市 好了 被逼要去上市的时候 隔了几个月了 突然间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真是可以 我最记得初一那天 记招啦 又告诉别人要停货 不能够货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呢 那天 真是完全没有放过假的 那天 已经是不停去想 究竟怎样将所有 offline的东西搬上去online 因为那时候还没告诉你 会停货停到什么时候 很多人都是 因为经常还有些老师是回国 我不放的 我的人不放上线的 那便被人抄了 那便有很多危机 之外很多事情想的嘛 所以我们就不理了 你做不做一件事 我就一定要做的了 那当然也有些人觉得 不是哦 不妥当哦 怎样都要去online的了 那就很乐意配合了 但是 有很多人都觉得 喂 好闲而已 你们一向都是预先錄定些东西的 现在你把offline的东西摆上去 online就是这么简单 有什么要做 通常都是这样的 看别人发达 或者看别人成功 很容易 你一束即就 简直是不可以吹灰之力 其他那些东西不说 只是说一件事而已 就是究竟笔记怎么处理 嗯 其他东西不说 只是说一件事 要不解释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放上网 就很多人会抄 有个版权问题 懂懂懂懂懂 第一 你不要想 笔记就是 两张字 明白 凡是高中 你要知道 他们的笔记 那量是很厉害的 是的 一堂 可能是这样 一串 的笔记 OK 好了 现在呢 以往是怎样的呢 就是譬如我们有三千班 每班四十人 差不多 平均 我们以往的平均数 那些人就是四十个人 逐个余冠入籍 那你就派给他 派给他 他就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一个人 可能他会 他一个礼拜 在我们这里 上三科 那换言之呢 一个月呢 就是十二 就是你照算的 那好了 那每一堂 都是会有 那么上下的笔记 那他的 expectation 是怎样呢 他就是 expectation 就是说 喂 那现在我以前 就是一个礼拜来三天 那现在有个疫情底下 我来到我就是 expect 一二三 你和我整理好了 是不是 那以往呢 三千班 我们未三千个 combination 每一个同学 进到来的时候 我们便按次给他 好了 但是 如果go online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说的了 第一 你刚才说得对了 下载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下载 你捉不出也行 你下载 不怕你拆 因为我们很多先生的笔记 都是年年变的 不可能是一本通书 看得到老的 那好了 不怕 你抄得来都已经买份了 我们先走的 给你一顿 上载上去 给你下载 不可以的 嗯 第一 不是个个家有重型 printer 嗯 是不是 第一要assume他有 printer 但其实很多人没有的 你家里如果不是做office 不是做生意 未必有 printer 那好了 重使你的 printer 你有重型的 printer 因为千多张 你要印出来 那不会 第三 他们习惯了 是一本一本 拍得很英俊 等他在上面随时画 等等 但是 如果你是散了一张一张 那他们 那个适应能力 是出现问题的 不行的 那你说 不用print了 你这么石器时代的 你就在屏幕上看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香港学生的学习方法来的 他未那么快可以去到那一步的 况且 我和直屋的朋友 有些朋友 你也认识的 共同朋友 都聊天了 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科技 是可以令到 网上你可以在屏幕上 你可以写筆记 就好像你真的用highlighter 或者原子笔 这样写的 那么方便 以及那么直接的 于是种种的关系 我们其实都要执笔记给他 那不大件事了 因为我们有五万多六万个学生 以前我们就是分三千份不同的笔记 突然之间是要分六万多个学生 不同combination的笔记 你明白吗 即是说有些人是中英手通 有些人是physics 中文 家伙 mathematics 有些人是economics 我只是補这一个topic 但我的期望 我能理你这么多 我来到的时候 我就是suppose 你有一笔 整整齐齐的笔记给我的 而是每一个学生的combination 都是不同的 这一样东西 就已经是可以玩死你了 更加不要说那些片上载的时候 高清程度是怎样 流畅程度是怎样 大家一起去看的时候又怎样 等等 那些都不说了 收费又怎样 你怎样 verify他的身份 阿尊一讲教育 他可以讲不停 等于好像我讲泡一样 是的 我记者都跟我讲 李先生你的访问可不可以短些 所以我一定要cutcut 他先说一大堆东西就不行 但反而我想讲 阿尊讲很多都是online learning的东西 有一条影片给大家看看 现在准理的时候 那是online learning的情况 嗯 对 大家看完那条影片 就关于这个准理的online learning 刚刚其实阿尊都稍为解释过 不介意呢 我就有少少跟回这个Robert Kaplan 他比较学术一点 他就说呢 其实呢 学术上就是这样做 但很多公司是否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我都很question 但是inside的时候 每一间公司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strategic objective objective是想怎样 你现在是这样 你五年后的今天 你想怎样去达到呢 五年后的今天怎样去达到的时候呢 那从strategic objective层面 一可能从公司的数据 钱是赚多少呢 从customer的层面的时候 他们的满意程度是怎样呢 举个例子 好像刚刚你所说的笔记也好的时候 那他现在这么不满意的笔记 那download又不行 印又不行 你怎样去改善这个customer的experience呢 第三从process的层面 以前呢三千班的时候 不知六万个学生歌 一十二堂一点都好的时候 你从process 怎样将那些笔记 怎样online 怎样能够可以多些人 能够用得到这个process 有很多个risk在那裡 还有最后的时候 从learning and growth 给你一班学生歌也好 尤其是你一班先生的时候 要他们的改变是很困难的 就是逐点讲一句 就是开了一间夜中会 夜中会小姐要赚那么多钱 就是赚得多个夜中会的场主 因为他年轻嘛 但是赚不到多少年嘛 但是你要夜中会小姐 出去变的话 拍到什么online 他会比较难搞些 可能他会觉得 喜欢一个人压来亲身体验 所以 很多时候 因为有strategic objective Robert Kaplan 他就说 你要写下 就是你觉得 要去到你的objective 那你有什么的risk在那裡 在risk之余的时候 有什么critical的risk在那裡 以及整个trend 是什么 三方面去看 preventable的risk preventable的risk 就是说说 会不会填一张方法 填错 报名报错 那就是公司内部的守质 那员工去跟随 第二方面的risk的时候 就是说一些strategic的risk strategic就是刚刚讲起了 会不会网上学习会好些呢 又如何变化 内地的市场又如何做呢 有很多人呢 就会请一些的consultant 老板不认识的嘛 还有老板说 员工不认识的嘛 那但是呢 你反而为什麽 Mckinsey又好 或者什麽 布斯艾伦哈姆尔 很多这些外来的consultant 就找一些consultant 做一个report 用那份的report 去逼迫个员工的 因为就觉得strategically 不高online的 不打大陆市场的 又或者不做成年人的学习 就玩完了 strategically 包括我们在内做铺 究竟以后是商场铺 地铺 楼上铺 还是变成一个商客 并变成online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strategic risk 第三 就是一些uncontrollable uncontrollable 真是完全猜不到 政府的policy也好 社运也好 肺炎也好 所以为什麽呢 有时就是 又看回自己的钱上的时候 最紧要 多现金是新的 什麽风浪都熬得住 但如果全部延伸得太厉害 很多个分店 全部都是租的 全部交租 耍时间的时候 一千间分店都好 一收拾 就全线会收拾 分分钟都是 所以那裏很多时候 那些人会搞 financial的时候 什么hatching也好 对冲也好 验疏也好 对于uncontrollable 这些大家都猜不到 反而Jude 可不可以我讲多些 现在呢 个个都讲肺炎 我想多点点 在第三方面 刚刚你说的就是online 那方面 我明白了 这些都很困难 那最近肺炎疫情也好 社运也好的时候 对于你们的影响是怎样 现在不要介意 你方便答就答 因为有些观众的时候都问 你分行会不会有缩 或者对你的生意影响了多少成 这些 我不知道你方便答 那你觉得肺炎前 或者社运前 你当是这里的 那你现在是好了 差了 这是怎样的情况 我永远乐观的一件事就是 Education never dies 是不是 你争就争在 究竟你所谓的收成是什么时候 我永远不心急的 因为Education 就是不可能一触即就 你投资下去 明天就不知道有多少倍回报 这个素来不是我们的理念 亦都不实现 你刚才说得很对的 就是所谓的学院派 在我们那里 我都很喜欢读书的 你一拼过来 我就立刻看 但我跟你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一看完之后 我会立刻忘记 我真的立刻忘记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Captain也好 哪一个都好 你会发现 他们看的东西 宏观到一个点 是未必一定直接 可以将这些theory apply在自己的身上 第一 香港市场太小 第二 香港的补习市场 是世界unique的 嗯 没有人研究这一件事 所以地球上 最懂得玩香港的 这个Education 这一件事 只有我一个 我敢这样说 其他人 他没错 某些崗位里面 他会 他可能是都有他的 expertise 但如果整体在这个 management 或者在这一方面的investment 没有人会比我更加有这个 expertise 或者是这个know-how 刚才你说 究竟会不会 线下会怎样去处理 就是疫情之前 仍然都还有人说 线上一定可以如何取代到线下等等 这些东西 而且还有呢 刚刚肺炎开始 疫情开始的时候 亦都有人说 哇 这个还不是我们 大杀四方的机会来 准备大杀四方的机会来 准备大杀四方的机会来 不是啊 有些人 有些人在做安安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来 准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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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来这些我会听的 但是呢 我会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就是慢慢 现在我们停货 要迈向一百二十日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 online 其实是否可以取代 offline definitely the answer is not OK 反而就是大家都会很清楚知道 未来 当那个疫情过去之后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 过去之后 你就会 完完全全 你就会见到 我今天讲的事情 大家可以认证一下 blended mode 会大行其道 嗯 就是说 O2O 我们所讲 这一样东西 我其实在五年前我已经讲 这个一定会在将来 那个大势所在 不过问题就是 朝退之后 才知道哪个没着苦 是吧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个太若流强 虚无存清 会变得很快 和很激烈 嗯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见到 有一些人 就将近未曾知道 他究竟有没有着苦之前 他还是撑得很好 嗯 但是到了某一刻 我想问你有没有着苦 哈哈 好像我怕你答没有着 因为不是那么好意思 所以先不要答 哈哈哈哈 你太诚实 哈哈哈哈 OK的 大家努力撑着 我 我不单止有着苦 哈哈哈哈 好好看 好 线下呢 我们在未来 foreseeable future 我 不会大力缩减 这个我是很肯定 线上还是线下 线下 即是实体补习社 是的实体补习社 我不会缩减 嗯 因为香港实在是一个 但愿之地 你 他们是习惯了方便 而且香港人我真的要说一句 就是他们对于线上服务的适应程度 是远比其他地方为低的 没介意你知道吗? 讲起这些什么线上线下都好 你有没有留意到坊间一个叫做教育中心大联盟 教育中心大联盟 我最近不知为什么他找了几个立法会议员 又找了我的时候 他叫我帮忙呼吁业主减租 我想我跟他说我是业主来的 我是业主减租 好像给我的租客听到 用那些招数来应对我 然后他就讲起现在政府怎样 可能现在不给上堂 或者现在在playgroup有好补习社 也在说四万元资助 就是在疫情之后 全香港不知多少二千间补习社 可能收拾了一千六间 剩下这个不知多少间也好 收拾了八成 我又觉得吹水吹得过浓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都可以有很多要改变一下 所以现在这个疫情底下的时候 你们现在应变就是online 还有什么应变模式 我想这件事也不是秘密 我自己想着 我会将一些比较大的分效 我会将它化整为零 令到那件事更加 但是对于街坊来说是会更加方便一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或者教育中心大联盟那里 我会极度呼吁的 如果你明知你的租客 真的包括我现在在很多同事坐在面前 我都这么说的 明知你的租客盘生意很受影响 我会想减租啦 我常常都呼吁业主减租 减三成不够减一半 或者是酒吧补习社 给我是业主 就免他租啦 直接是业主大把钱 我告诉你 我也是业主 我既是租客 我也是业主 你又加你的租客租 就会搁你自己给别人 不减了 你也不信 有一个我减了他七成 是啊 你自己知道你身受祈福嘛 那难道你真的想去死吗 是不是 那我在这里呼吁 如果有业主的话 呼吁新世界 我这里一元都没减过我 到现在送了一百厂加油起事 你给我的 我最高峰上年的时候签租药 百多元租 你开了名字吗 我是不是可以开名的 哈哈哈 总之业主知道 我们这些好租客 从来不欠租 只会早不会迟的 真的不要告诉我 我不加你租就好像 帮了我很多 我真的会走 我真的想说 我真的会走 为什么我不走得 你觉得我会 你不舍得过注册 但如果我计过条数 我注册了我还有着数 我为什么不走 是不是这个很合理 生意虽然我已经不是 多识计数的人 但问题是 我都要生存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情愿不要租这么大的墙 我就化整为零 因为现在学生和家长都要方便 现在在看Facebook的朋友 拿了很多朋友 我有个contact在那里 业主一不减他租 我问你做哪一行 做酒吧 做餐厅 做补习社 或者做波楼那些的时候 我立即跟他说 好 我帮你出面 你跟业主单声 我支持你 因为香港做的铺 业主通常都会认我了 所以变成我出一句声 给个面子 我都能帮到人的 是的 我都帮着我 如果业主不肯减你租 但是如果你是做 你不是防疫用品 你是做个菜单 做个超市生意 你这些韜韜你就不要乱饭吃 博大帽过分的一切 但是始终都是 业主的时候 都是共渡难关的 现在这一刻 是的 没错 所以另外 你刚刚讲起了 租金那里 还有什么变的策略 接着来 当然一定要乘着这个势 再进一步 极速地改善我们线上的服务 因为你初期的时候 那些学生也好 家长也好 他会原谅你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说你未必一定 将那件事做到极致和完美 嗯 那问题是 那半年之后呢 嗯 一年之后呢 你没有藉口了 嗯 你要将那件事做到极致 现在我们是讲着速度 嗯 所以在过去现在都不足 三个月的情况下 我们做了多少事呢 第一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你在线上那里加学费 我又要 因为初时我们用某个channel 他收我们的费用很厉害 我被迫 都好像演唱会飞那样 又或者戏飞那样 要交十元的手续费 在线上 因为他收不是我收的嘛 十元其实我还要补贴 嗯 于是我们团队就不眠不休 就做了和Circle K的合作 我看到你online 是的 和Circle K的合作 如果是这样的说话 又可以方便到他 又可以免了那个手续费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 现在我们几乎接近一半的交费率 都走了去Circle K和线上 嗯 即是说 那个数字就是反映到 那个方便的程度是受欢迎的 嗯 你看到你水冷如先知的 即他们会去哪里游走 你就会知道 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方便的 明白 所以那是为何我觉得 我会将一些大的Circle K化整为零 就是这样的 嗯 明白 好 下次Will Chang的时候 你有个问题问 就是说你网上那些教材 怎样防止人家抄袭 是不是刚刚你讲过一路变 还是怎样呢 如果它是一些所谓的抄袭 抄袭有两样东西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些就直接是盗版不是抄袭 如果是盗版的 我想法律行动是避免不了的 你一定要保障那些交了学费的 学生的权益 嗯 老师的权益 我们都是其中一些stakeholder 我怎样会不保障 如果我不保障他们 不采取法律行动 这个是我失职 我要保存这个关 是不是 但如果你说是一些模仿 嗯 很对的就是 模仿是天下间最好的赞美 即是如果是模仿的话 你跟得贴 我又觉得不太介意你跟 嗯 始终你做那个market leader 和market creator 是会带着别人去走 那你抄得有多快 抄得有多好 你都不够那个原创者 招来力那么强 嗯 所以如果你说是违法的 那我们就 那就 那我们就疑负有私 但如果你说我只是模仿而已 那这一类呢 我就觉得不太介意 你作为一个市场领导 你预了应该说 嗯 最后呢 June有一样东西 故事对我影响很大 我想大家观众看到我 June补习社影响得很厉害 嗯 我做谱真的影响得很惨 我都很惨 现在走到周街吉堡 现在还要跟投资者交代 一手货那样有成 不过呢 有个故事对我影响很大 有三个儿子 阿爸给他三袋金币 走个圈 一个月后回来 阿大仔金币的时候 就圆肯返还给老爸 阿二仔的时候 拿了一袋金币 救了村庄 为了他们什么疫情也好 建了学校建了医院 第三个儿子回来 就跟阿爸说 阿爸阿爸 我没有大哥那么厉害 不能够圆肯返还给你 因为我被贼打劫 我也没有二哥那么厉害 能够帮到村庄 但我一出去的时候 我被人打劫 一打劫的时候 我找来找去的贼都找不回 过了一个月后 回到家的途中 见到那些贼受伤 被人打劫回头 被人打了一身 之后他们决定 送那些贼去医院的时候 因为没有钱 给交医药费 就去耕田耕了几天 所以迟了几天 回来家 阿爸就说 阿三仔三仔 他就对着他笑容 他就跟他说 阿大仔大仔 你有钱 去保管住是应该的 二仔二仔 你有财富 去帮人是应该的 阿三仔三仔 你能够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都仍然可以以德报怨 最困难的时候去帮人 这些的品格才是最高尚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做生意 好景的时候 赚很多钱 或者包括自己 我去年社运之前 我以为我赚很多钱 但是社运钱 我真的觉得 公司的店 一天买三间店 我都没试过 所以变成 但是好景的时候 帮人是应该的 赚钱做生意 都是应该的 我觉得天公地道 但是最困难的时候 都愿意去帮人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真的 照着品格高尚 我自己都很希望做到这些东西 阿June 我看到你的网站 同心抗疫共度难关 有遵理起义的学习支援行动 有些资助计划 明眼三千个 资助只需要 不知几多百元几多千元 类似的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你现在又在做些什么 我看这些很多社会活动 都继续在做的 最逆境的时候 你都在帮人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如果 这样说 刚才你说问我盘数 第一 你都知道我最盲点就是盘数 是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最盲点就是盘数 我一听见我们的CFO和我报告的数字的时候 我就跳下去说 你拿着就行了 因为我 我免得阻碍他的专业判断 问题是 教育始终和其他很多商业是不同的 这个是很长远 对于自己的品牌也好 我们没有整个社会的投资 我们的未来就是放在年轻人身上 没有年轻人 不会有香港的未来 所以你这样的教育 一天不能够停止 我们 无论是生意也好 或者是帮人也好 都是不能够停止 我从初一开始 我就全球撲口罩 到今时今日 我想我们免费派出去的口罩 是超过20万 嗯 就是包括 包括 这个更加不要说其他防疫的东西了 包括初时的时候 搓手液 又或者各样各样清洁的用品 我都收过你的信息 说要撲口罩 找洗手液 我那一刻的时候 我回你了 我都没有 所以我都帮 我真的没有 都帮不了手 不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够 错一 你记住那时候 不是现在 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停止的 为什么不能够停止做 就像商业一样 都是不能够停止的 是 包括自己在内 下个星期一我公司 都有Fresh Conference 就说我们现在常常都推过 一文照租 知道要租多少店铺 希望帮我一些社福机构 不如我一文照租 一文照租 社福机构 那些逆街坊的东西 我有我有我有 在线后跟你谈 希望总之最困难的时候 能够帮到人 最后最后 June 有些最后可以跟大家说 在这个逆境下 跟大家打起 有些什么要说 之前我先读一下 别人的留言 就说起 多谢 超级正能量的人 Stanley Boone会赞你 疫情智慧 战胜一切 Gary Wong赞你 还有Jason Jason姐 他就说你的费用 是很实惠的尊喜 所以大家如果还是年轻 也好成年也好 就去补习 最后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逆境下 有什么能够的智慧 会加强大家的信心 Tough times never lost But tough people do 我们真是要逆境自强 一定可以向上游到的 不会停的 这个是事实 因为我这段 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世界 盛世的时候 个个不需要你 个个都赚钱 在发大力赛 是 是 亂世才出英雄 亂世的时候 你拿起个勇气 自己最后一分力的时候 都帮社会做些事情 性世的时候 人家会记得你的 所以真的 亂世出英雄 我未听过性世出英雄 所以这一刻的时候 在教育界层面很乱 包括我自己 在铺界是很乱的 个个都很悲哀的时候 但不要紧的 逆境自强 断了左手 养走い是右手 断了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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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了右脚 断了右手 再命 也没有什么好忧虑 永远面对 永远乐观组 再次多谢大家加油 加油